中军的楼台长 你好 你好 我想请你跟我爱人看一看 我的爱人 你帮你的老婆看看 对 跟我老婆看看 几几年属什么呢 1955年 属什么 属羊 1955年属羊的 想看什么 看他身体状况 身上有没有灵性 有灵性啊 我告诉你啊 他这一段很不好 对 他的胃 肠胃不好 肝不好 听得懂吗 还有腰不好 对 很好的一个人啊 任劳任怨 不停地做 是 你要注意啊 他这个病不是太好啊 我看有一点麻烦了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长 好像长东西 哪个部位 胃 胃 结肠的地方 结肠的地方 你叫他赶紧吃全树 吃全树 要不要上医院去 先去看看吧 如果查出来 他会很难过的 可能精神上一下子垮下来 你现在 先让他吃 许愿念经吃素 然后稍微感觉 肠胃舒服一点了 这个地方好一点了 然后你再叫他去化验 可能就不一定有了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保佑了 现在你如果让他 一个月之前去 一查出来 告诉他是癌症 他一下子人就垮掉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一定要帮助他 许愿念经 放生 而且 你要叫他自己 小房子要念 我看很多 七十五章 七十五章 你帮他念 好吧 还有我告诉你 你经常不要让他生气 我讲话 你老实一点 台长都看得到 你经常让他生气 你不要看你现在对他很好 你脾气坏得不得了 你骂起他来 我告诉你很厉害的 老实讲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们不要以为 欺负死人的 过去诸葛亮 三七周瑜 就把周瑜都气死了 我告诉你啊 人不能生气的 气会寄出毛病出来 所以肝肠寸断 一生气肠胃就出毛病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们这个人 你不要看你眼睛小 你桃花运很高的 开心了 你有很多人喜欢你的 都是钱是欠你的 所以你不要他们还就好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去叫人家还 人家喜欢你呢 就说 哦谢谢你哦 我们下辈子再还吧 算了 像一般的人来者不拒啊 哎呦 雷欢喜我嘞 我也欢喜雷 雷忠意我啊 我忠意雷 太长 请看看我家里的佛台怎么样 你家主人是你吗 主人肯定是我 几几年属什么的 55年 属什么 属羊的 菩萨来过 对 你们家乡有卷过的 还有佛灯有借莲花的 对 佛台还不错 就是小了一点 靠窗户的 对 观世音菩萨来过 明白吗 我连续问到三次檀香 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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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 就是要 以后要提醒你一句话 就是煮菜之后 不要烧香 在煮菜之前烧 因为你的厨房 离这个放菩萨佛台地方很近 对不对啊 还可以 还可以 香出来 味道都烧出来了 明白吗 明白 你们大家如果佛台 跟厨房很近 千万要记住台长一句话 一定要先烧香 之后再烧菜 因为烧菜的味道 会影响佛台的气场 听得懂吗 听到 谢谢 谢谢罗台长 你有问题啊 你的腰不好 对 关节也有问题 你要注意 你现在年纪不大 但是你已经有潜力线了 小便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好了 谢谢 谢谢罗台长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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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